那个人 今天我给你模拟一下 就真的结了婚 你要真瞎了 婚姻法是规定了 夫妻之间有抚养的义务 这个抚养不是那个孩子的抚养 是扶一下那个扶 那么这个抚养的义务 比如你瞎了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今天在你床头 给你放一瓶水 他出去了跟别的老太太跳舞去了 他进到义务了吗 他进到了呀 我给你水喝了呀 明天他带别的老太太 到你的房子里面吃饭 你拍桌子骂 你说你坐下吃啊 我给你一个碗啊 他进到义务了吗 他进到了 你开心吗 他给你吃给你喝 但他就是白天出去找老太太 回家还是找老太太 你怎么办 伸手给你要钱 跟你说要我照顾你嘛 办套房拿来 不然我不照顾你 你怎么办 我觉得每个人想的太坏了不好 是 你把人往好了想 然后呢 你前夫是不是打你了呀 我不是说一个人一定那么快 我就是告诉你 有人跟你说 要结婚要领证 就给我办套房 这样的一个人 坏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不坏的可能性 人瞎了不可怕 各种机构 还有包括你的子女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你 人不要因为将来有这个可能性 就慌了手脚 我还是要劝您去 嫁给爱情吧